韓流在要來啊 台北市社會局有派傳人去 本睡地下的外頭 跟護照包這些物資 也提供鑑油比喊塑 民間組織冠心協會 也要提供洗澡區境 給這些鑑油 不然可以洗澡水 也要有物資討好而已 由開店開始 就是事件不容易 這個所在是 當期關心鑑油的機構 夢初心協會 他們在過年成立 在這裡有提供給鑑油塑 洗澡區 也能提供物資 也要當作社會福利的資訊 這個地方目前開到現在快兩年了 然後從一天大概洗十到十五個人 然後現在一天是洗 七十五到八十五個人左右 所以其實洗澡的需求 在萬華這個地區 其實還蠻大的 其實一般人應該會想像 就是冬天洗澡的意願 可能沒有那麼高 或是比較懶的洗澡 但其實對於就是在街頭 露宿的無家者來說 可能如果沒有洗澡的話 他比較身體上會不舒服 或者是比較沒有辦法去工作 所以其實冬天洗澡的意願 還是很高 台北市又淡又冷 十九晚上更會越來越冷 拜四 拜五 假溫可能在十多以下 有後部長四水館 十七參 台北市社會局長 邀書文 中央地方合作 全天派對 去北京港公園 跟台北車頭 發不足關懷教育 台北市社會局也做好準備 包括提供肥肝所給教育大 有必含索 甚至我們提供花放物資 就是像大家看得到的睡袋 外套 軟軟包什麼 然後又吃的物資 譬如說以睡袋來說 我們現在已經 本出去三四百顆的睡袋 都是三星人士捐贈的 譬如說軟軟包也是在 寒流來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到街頭 接著一個人本軟軟包 社會局說 如果民眾要關物資 可以跟社會局似乎 不建議自己 市地下去發物資 才不會造成物資 發送無邊君造成浪費 另外社會局說 民眾也可以跟物資 關於服務家 友的民間團體 NGO組織 因為幫助抑制 需要政府民間 到達合作 也需要民眾和國界 來支持 記者 關於電視台北報導